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红薯一样 近距离看呢 哎 它就不一样了 是吧 这上面还有一道文一道文的 哦 这个就是做巧克力的原材料 肯定很苦 废话 这个巧克力能不苦吗 据说呢 这个东西要剥开以后 直接吃里边的果肉 直接吃 生吃 41块钱一个可可果 这也是小伙伴发来的链接 我直接拍的 我们来切开 哎呦 终于开了吧 哇 大家看到没 一半一半的啊 就像那个大蒜一样 看 好神奇吧 这个你们是不是第一次见 这可可果就像 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总之就是一半一半的东西啊 多苦啊 这个会苦吗 这个巧克力是黑色的 这个为什么是透明状的 我尝一下啊 一点也不苦啊 而且呢 挺清凉 挺好吃啊 难道说是我吃的不对 是吃里边的糊吗 嗯 我尝一尝啊 信尧蔓延 没啥感觉 也不苦啊 我全都嚼碎了 那我去买了假的 可可果吗 还挺好吃 没了 它里边是这个 哎呀 为什么吃的我嘴里边有点难受 哎呀 哎呀 不行 我的牙 哎呀 好苦啊 现在我感觉到苦了 你看啊 这个呢 就是可可豆啊 这种颜色呢 我切一下吧 好吧 这个大家看到了没 里边是这种黑色的这种果实吧 这算是果实吗 还是籽啊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以为呢 这里边是黑色的 毕竟巧克力是黑色的嘛 酸酸的 就它外边这一层很酸 但是没有多少肉 哎 我有新发现呀 抱歉啊 我用手了 它外边一层是白色的 它里边是黑色的 这个就是剥完以后的可可果了 味道呢 就是 没有什么巧克力味 就是生生的那种味道 这是不是要放几天呀 可能是吧 今天呢 又长了四件事啊 原来这个东西就叫做可可果啊 原来是长这个样的 我们平时吃的巧克力就是这个做的 很神奇 对吧 这是新鲜的 好吧 非常感谢呢 这个小伙伴给小狼哥提供的素材 感谢 这个以后大家想看小狼哥吃什么 可以私信我啊 或者是评论区留言 好吗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结束吧 我们又开了一个非常新奇 好玩的一个水果 可可果 下次我们可以用这个做巧克力 好 今天视频到这结束 喜欢小狼哥的视频 别忘了 你关注评论转发 想个小狼哥吃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下期再见 拜拜